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廣泛參與很多事務 然後也想要找到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這樣子 那可能就是在小人物方面 是我可能跟在場的各位或是要即將要演講的講者 比起來就是我可能沒有很偉大的夢想 或是特別優秀的能力 可是就是還是希望可以找到就是地人價值這樣子 那待會上台的同學都盡量可以站在這個角落 因為這個角落的光是比較漂亮的 所以拍起來的照片也會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你們都有兩分鐘可以講 所以你們可以盡情的講盡情的講到我們咖咪時間為止 所以不用緊張 那下一位陳堅倫有來嗎 有 哈囉 大家好 可以叫我備輪就可以了 那第一個關鍵詞就是我在去年暑假時候 參加一個國際英文領導人 那我的一個巴比就是 他是蒙古人 他最強講的一句話就是from your heart 那我就希望說 今年2014年我可以做我自己心裡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個Base就是我希望我有一個 可以找到一個信念去做我心裡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那第三個驗證的話 是我之前在一個北大辦了一個論壇 然後我就問了一個那個 當時一個演講者 他是甘樂文創辦人 那我就問他說就是我的 就是我現在生命裡這麼多 欸這麼多事情 那我要怎麼知道就是 欸這個事情就是我以後要繼續做下去 跟我這我一輩子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在做的時候你自己就會知道 那我就希望 當我開始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去驗證他 然後告訴自己這件事情是對的 這樣 好那我的演講 我的自我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故事想要分享 想要演講的話也是可以 那你可以就是上我們焦點的粉絲頁面聯絡 或是你們聯絡我們的月亮 跟他說其實你有很多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不會只有短短的兩分鐘而已 那我們下一位是郭子文 有來嗎 主人 好這麼安靜看起來就是沒有來的樣子 下一位 吳釗魚同學 大家好 我是來自福人大學英文系的吳釗魚 然後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就是任何事情都會 往比較好的地方想 然後 欸 這是打錯字嗎 就是我是要說熱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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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014年我想要讓自己過得很充實 然後 因為這個寒假也有認識很多很棒的人 然後我希望 就是因為他們都對生活很 充滿熱情 然後也就是很 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也很努力去往那個方向走 然後我希望我2014年也可以過得很充實 然後就是知道自己方向之後 就是也很努力的往那個方向走 然後 然後 熱情 不好意思又打出來了 熱情 對 就是希望我就是 可以很投入我自己 這是我打的嗎 這是我打的嗎 這是我打的 導致你有點無法介紹自己 不好意思 下一位是我們吳智聖 他有來嗎 哈囉大家好 我好像是今天那個少數的社會人士 就我是一個那個前端工程師 那前端工程師 他的職責呢 就是負責網頁畫面的部分跟互動的部分 對 然後我們公司現在是在做跟歌唱相關的應用 然後沒有做網站跟手機APP 對 那 那 我覺得我這下得是很好 好 那個 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現在還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的話 我非常建議就是大家 學學寫程師 就是我本身 我是土木系畢業的 然後我念土木系 因為土木系其實 說實在出責會也蠻好賺的 然後我就這樣捏捏捏捏到大學畢業 然後再捏捏捏捏到研究所 然後捏到研究所的時候突然 做研究的時候做到突然開竅 就是欸 我好像可以控制某些東西 對 然後接著我就開始想說我以後要創什麼業 我以後要創什麼業 我要創什麼業 然後製造教授開始發現說 欸你做研究好像做得不是非常好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這樣 弄到畢業這樣 那畢業之後我就在想說 我以後一定要往網路的方向發展 就是 就是很多產業都可以跟網路密不可分 然後 退伍之後我就自己自學 寫程式 對 然後學了大概三四五個之後 我就找到了一份 就是前端工程式的工作 然後現在還 目前還在拼命的想要 就是跳一個創業的坑這樣子 對對對 好 謝謝大家 下一位余康正有來嗎 好 看起來也是沒有來的樣子 欸有 你可以熱情一點 等一下Q到你了 你可以叫一下 舉手讓我指導都沒關係 嗯 大家好 我是余康正我來自馬來西亞 然後目前是在就讀那個彰化的明道大學資訊傳播系 然後我目前 我第一個字我會放黑主要 因為主要是我常帶銀隊 帶一些團康銀隊給小朋友好認 然後我就複色表黑 就我一個外號叫黑毯這樣子 然後正呢 正是我家裡他們給我請 叫正 因為不管我做什麼事都好 我都希望自己秉持的那個正面這樣子去做 然後就是把每件事能盡心盡力的去做好 然後在之前有參與很多在台灣的一個 像國際志工也好 或者是 那個 教育部資訊志工 在快領域 我有把我的專長之類的 那個 去帶給他們 服務吧 這樣子 給他們學習 然後第三點 帶的話 因為我 是平常是比較冷的 沒有深入口接觸是比較冷的那一面 然後常常就有人幫我 就叫我 怎麼帶過啊 什麼的都有 這樣子 然後我目前主要是 在學校幫 一些個案或者是一些弄那個 網頁那一塊 我目前有 有專業那個APP 目前是剛接觸那個Xcode 這樣子 這樣然後 希望能跟 等一下多少交流一下 好 謝謝 下一位是郭品瑜 請問他有來嗎 他在廁所 他在廁所 那好我們待會讓他介紹 下一位 傅 崇雲 大家好 我是來自政大傳播學院的學生 那為什麼我第一個會寫寧王心 然後又寫冷跟熱 看起來就是非常不相關的 但是是一個故事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外星人 那冥王心呢他其實距離太陽非常的遠 所以就非常的冷 那冥王心人就是非常喜歡講冷笑話 那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一個冷笑話 那其實 跟實事有關 跟實事有關 就是英文字母ABDD出去玩 他們為什麼不找 E E EA EA EA會怎樣 會花很多錢 其實會贏 可以 我要再講一個就是 為什麼 數學老師的第一胎總是先生 女生 再生男生呢 沒有人知道啊 欸 那位同學笑得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知道 跟數學老師常常說的一句話有關 沒有人生講 嗯 滿難嗎 我覺得這是很有深入的笑話 他是說 因為數學老師常說 先射X再射Y 所以他都會先射女生 因為 幫我 國中三部這樣 XXXX 謝謝大家 我覺得剛剛這位朋友很有說故事的天分 那我們 欸 剛剛那位同學回來 那我們請他來自我介紹 嗯 大家好 我是現在就讀 台大政治系國關組二年級的郭品宇 然後 就是第一個關鍵是搭訕 就是因為我的興趣就是參加社交場 然後去 就是認識新的朋友 就是我很大的興趣 然後第二個關鍵就是社會企業 就是 嗯 因為 嗯 我在台大有個社團 叫做Net Impact 不同反響社 然後我們是一個 以社會企業為主題的社團 然後我是上一期的社長 然後目前卸任了 所以 所以對社會企業還蠻有興趣的 然後第三個關鍵是 耶穌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 對 你跟人家說一些 介紹問題 欸 還有一分鐘嗎 還有一分鐘嗎 還有一分鐘半 嗯 嗯 為什麼呢 你們社團是在做什麼 喔 就是 我們社團在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是希望可以成為 連接大學 還有跟社會企業業界之間的橋樑 對 那我們就是平常社團在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會舉辦一些獎座 然後參訪 然後會介紹一些社會企業案例 就是先讓對於社會議題 比較沒有興趣的同學 他們可以從零的狀態開始變成Dinker 就開始會思考這些問題 然後 我們也有設計專案 就是讓大家先去觀察 校園內發生的問題 然後再去思考解決方案 就變成Doer 那 就是我們 目前做最好一個專案 叫做台大 MIT原生商品 然後最近改名的叫做Re-Youth 那Re-Youth的精神就是 用青年的雙手 為廢棄物帶來新生病 就是我們會收集台大餐廳 台大校園內餐廳的廢油 然後把它做成肥皂 然後再拿廢紙做成肥皂盒 然後再拿出去買 對 那我們最近在開發新的商品 就是我們他也在做咖啡染 然後還有就是手工再生紙 對 大概就這樣 好這位介紹過了 那我們下一位是黃敦瑋 還有人嗎 還有 我早被選到 天啊 就是 我選這三個原先 那時候我剛 我是洪敦瑋 然後我是叫阿偉就好 我讀動物大學大三 然後我先說 我選這三個 因為那時候剛去尼國 我曬得很黑 所以我才 然後一邊嗆說 你這是黑人之類的 然後跟當地人一樣 所以我就寫了這三個 然後其實我應該寫 我那時候真的寫這三個喔 我沒有念你的那些黑人 好那 就 那我 我應該會 如果 帶我重新寫一次的話 我會寫說 做一個有故事的人之類的話 因為 我覺得因為我是讀氣管系 氣管系是個滿廣 滿雜的科目 所以其實 就其實 對我現在也不知道我自己做什麼 然後我現在有在準備那個 去XSEC 然後參加那個 海外志工 然後也在準備交換學生的事情 對然後 大概就這樣子了 謝謝 你還有一分鐘你要繼續講嗎 你可以多說一些 明顯的故事啊 或是在大學經歷 大學經歷喔 就有跑一些社團啊 然後 有點攏還是得要講好了嗎 OK 我們的下一位 莊聖宇有來嗎 好 大家好 我是淡江 管理科學系 二年級的莊聖宇 就是 我會想寫這三個字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只一句啦 就是想改變 因為 我覺得我以前 就是 從 國小 國中高中 甚至到大一 我都覺得我自己一個人滿對的 就是 沒有 就是還沒有想清楚自己要幹嘛 然後 然後 到了大二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可能跟一些人有接觸 接觸之後 就是 想要改變自己 然後所以我 就是 想要 就是想要嘗試 改變自己 然後我大 就是我寒假的時候去 我就是有去參加那個 Sight 國際經貿研究 然後就去那邊之後我就覺得 真的 被電到 然後 真的是 對我來講是震撼教育啊 因為他們真的 太多人就是 很多人都很有想法 然後 而且 他們英文都超強 英文超飛的 對面真的是都只能閉嘴 然後他們就是 講一堆 而且他們真的都很有想法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 自己還要再加強 然後我也會參加什麼 GLA那個 演講 然後今天 今天會想來這裡 就是因為想說 開學前一天 然後 想說 來聽個演講 應該 聽個演講 跟大家來互動一下 應該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我跑來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的下一位是 徐維謙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東武大學 然後三年級的學生 然後跟剛剛那位 氣管系的 我們都是東武大學 然後我今天會寫 我看一下我寫什麼 我寫熱情熱愛挑戰學習 好 我這個人其實 剛開始進大學的時候 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因為我原本是讀中心的電機系 然後我重考回了台北 然後我進了東武之後 我發現說其實讀書不是人生中 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開始去接受一些我原本不敢做的事情 首先我就先去接待一些外國學生 住在我家裡面 然後剛開始很緊張 因為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帶了很多的字典啊什麼 然後我去跟他做朋友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 我敢於跟人家去交流 敢於跟國外的朋友 去介紹台灣 所以說我就進一步的去做其他的挑戰 然後上上個寒假 我就去廠商 就一個人跑回廠商 然後做了兩個月的資工 然後在那裡我就認識了很多各國的朋友 然後我開始覺得說 教育這件事情是值得我們去推廣的 所以說我回來之後 我就開始思考 我以後想要成立一家公司 是利用多媒體的管道 然後把教育傳播到世界上各個的地方 然後可以用動畫的方式 然後讓所有沒有機會受到學習的孩子 有機會去認識這個世界 讓他們知道他可以做一些努力 可以對自己的人生有些改變 然後再來我就上個暑假 我就去了英國去見橋 然後唸了兩個月的書 然後我在那邊認識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我剛才發現說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就是接觸到新知識的機會 沒有非常多 不像他們很早就開始學習獨立 學習對自己人生負責 所以我回台灣之後 就開始經營一些粉絲專業 然後想要把自己的一些 idea或者是自己所看到的事情 分享給我周邊的朋友 所以我很高興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在座真的是非常多有想法 然後非常有為的青年 所以希望可以多跟大家交流 然後認識更多的朋友 然後還有就是想去海外自工的 我們也可以聊聊 因為我才剛回來沒多久 所以可以跟你一些經驗分享 然後剩五秒四秒三 二一 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就是在座的各位同學都很棒 就是我覺得希望大家能夠 就是利用大學這段時間 因為其實學業不一定是那麼的繁忙 就大家可能也是 算好錢一個禮拜才會讀書 那你其他兩個月要幹嘛呢 就是到處參加活動之類的啊 因為出國是一種體驗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要出國才能夠體驗到 那不一樣的生活 其實你可以在 參加很多不一樣的活動 你可以參加聚會 或是很多煙醬 因為只要是 因為就是有那些不一樣的點 才能夠去激發說 你想要覺得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不一定要花大錢才能輸 但是如果你有那個經費 我覺得能夠出國走走 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 那 在座還有同學想要上台自我介紹的嗎 我開放五位 就是有沒有人要的 先舉個手讓我指導一下 好 那我們先請第一 好 目前有三位 那先請這邊第一位 四位 四位 四位還有一位 好 後面 OK 五位 OK 那我們先請這位同學上台 大家好 我可以不用麥克風嗎 可以 我不喜歡用麥克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阮俊林 最後來自台灣台北 最後我現在在苗栗念大學 對 最後苗栗聯合大學 不要忙了 有這間大學 再偏偏的鄉下 最後呢 如果要叫我寫三個關鍵字 我第一個關鍵字是同君 因為我從小才在同君 同君給我帶很大的自信 因為同君讓我有很多去挑戰的機會 我是因為英文很爛的人 最後我 英文是學測是底標 然後大一大二英文都被當掉 但是同君給我一個人去美國三個月的機會 我一個人英文不會說什麼 我一個人就去美國三個月 之後去把我所有會的英文單字 就那一些 就全部辦出來 就去跟當地人生活了三個月 完全沒有一個會講中文的人 完全沒有一個可以上網的機會 完全沒辦法跟任何人做 我就這樣度過三個月 想要知道我在那三個月做什麼嗎 等一下可以來找我 所以第二個關鍵字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快樂學習 因為我在我的求學過程中 其實沒有很大的快樂 我在學校沒有自信 如果沒有這家同君 我是一個沒有自信的人 不敢在台上講話的人 所以呢 我覺得快樂學習 對未來的小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個人對教育越來越有興趣 也是因為我加入某個名字叫Super Cam 想要知道現在可以跟他來找我 謝謝 對 之後我加入陣營隊之後呢 我得到很多上台的機會 認識人的機會 而且我覺得 學習教育 不一定是那麼嚴肅 可以是快樂學習 可以用繪本 用那麼的東西 讓大家知道 我要有一個關鍵字 還有30秒 20秒 好 最後一個關鍵字呢 就是我想走出我的舒適圈 之後進入學習圈 所以呢 剛才我就直接說我可以上台分享 我今天第一次來 所以我想試試看 所以歡迎各位 如果有時間 有機會可以站在這裡 很棒的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請下一位同學 牛奶哥 各位夥伴 大家好 大家可以叫我牛奶 因為我從國中開始的綽號 就叫牛奶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現在服務在一間 氣管公司 我們公司比較特別 應該是全台灣唯一 就是在做企業諮商 大家聽過張老師 聽過學校的輔導中心 那我們就是屬於企業裡面的諮商中心 那我們做的事情呢 就是任何影響在你個人的生活工作家庭 私人領域 所有影響的事情呢 你都可以透過我們公司 然後去做一些諮詢 因為我們公司有很多的心理師 社工師 醫師 精神科醫師 這方面的領域的人 那我自己負責的單位其實就是在 因為我剛聽到大家很多人 人生其實就是一個找自己的過程 所以我們公司其實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源 那我相信自己 因為我當初大學練了六年 我在大三大四那一年的時候 我原本念生物科技系 但是我在大三的時候選擇轉系 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過程 因為你要大學都已經練快練完了 可是你選擇轉系 後來我選到我轉了心理系 所以也找到我現在這份工作 而且我覺得找自己的過程很 有時候很迷惘 然後你需要很多的探索 就像為什麼現在我們會坐在這裡 對 但是我覺得如果能夠透過一些機會 透過一些管道的話 我覺得我在這方面 我曾經聽過一句話就是 澳美公關董事長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勇於真實》 他說一個沒有自我的人 不知不覺會成為他不想成為的人 所以我當初就是這句話 毅然決然的轉系 然後我覺得這過程有很多的分享機會 我平常有在做禪修 然後有在就是接觸一些 可能生涯探索方面的活動 那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同好 如果之後可以先互相交流 那我覺得很不錯 當然我也要Promo一下就是 剛剛上一位俊玲 因為他是我帶來的朋友 那我非常要 因為在座很多的大學生 在台灣有一個營隊 他是從美國過來的 叫做Supercan 那非常歡迎大家待會結束後 可以來找我們問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生氣的客人 謝謝 請問一下剛剛還有哪三位同學 一位兩位 那先請前面這位同學 小炫 掌聲歡迎 我還是要尊重一下心情 不要擋住他 大家好 我叫我姓陳明雀雲 初號叫小炫 就我現在我是在台北市立大學 讀資訊科學系 我現在我讀了資訊科學系 我讀了三年之後 我突然間覺得那不是我想要 因為我找到我自己真正的熱情所在 我在19歲的時候 今年我20歲 快滿21 那時候 我喜歡什麼 我喜歡潮濕 因為這個是牽扯到我14歲的時候 有一天我在看新聞的時候 我看到一堆數字在跑 我問我爸那是什麼 他說那是股票 可是我從小 我對我自己非常喜歡 數字 所以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數學最好 結果我拿 我開始超過股票 想不到真的是 真的很順手 我覺得 我是相信很多人 可能在從事自己 真正熱愛項目的時候 會覺得 當下的感覺 會覺得特別爽 特別喜歡 我就發現 玩股票跟玩選擇權 是我自己熱情所在 所以開始我 一路順風 但是 到了十六歲之後 到了十六歲之後 我賺了 也賺了小小成就 可是我 十六歲的小孩子 我還是個小孩子 我不懂事 結果我就因此很驕傲 我讓 我就 亂做一童 結果賠一堆 所以我 然後這個教訓之後 我 重新正做 其他都是小賺 然後在這段時間 體驗到 最重要的一個字 就是 堅持自己 對的事情 認為是對的事情 這就是我的謝罩 謝謝大家 好 我們歡迎下一位同學 對 穿牛仔身上的位 對 就是你 對 你剛剛只有舉手 我們掌聲歡迎 哈囉大家好 我是 我是Randy 然後 我是來自中英文大學 國防系的學生 然後 剛剛聽了很多位 就是有在介紹 就是 自己參加過的事情 那我當然也要 推廣一下 對 因為我是 在台灣未來生涯體驗計畫 就是微軟的那個時期裡面 擔任 產品推廣達人 對 那既然是推廣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我以前就是因為 很喜歡跟人接觸 可是 就是大學 相信大家都 就是上大學的時候 就有很多理想和抱負 可是 進到大學之後呢 就開始天天上課玩手機 然後宿舍 就是 我自己都覺得 我不知道在幹嘛 對 那 其實我是很有想法的人 但是我一直很 沒有那個勇氣 踏出第一步 對 那去年暑假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 學校 就是有辦校園長座 那 我就聽了微軟校園長座之後 因為它很特別 它是不看科系 不看成績 不看學校 那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其實 身為私立大學的學生 我覺得 呃 我們其實自然沒有國際大學多 但是更應該要 就是往前去找 自己想要的東西 找機會 那我就參加了之後 就 開啟了這段 就是不可思議的旅程 對 知道這不可思議的可能是什麼 等一下可以來問我 對 然後 就是參加之後 其實我會變得 就是更 更敢去參加 加上類似這樣的聚會 因為我覺得 就是要去 不斷地去找自己 不知道的東西 因為 我現在還不知道 我自己的話要做什麼 那就是要從 各個選項裡面 去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 有一句話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 可能在你身邊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人跟你說 欸什麼是好 什麼是好 什麼是好的 可是那些人跟你講這些東西 最終承受的都是你自己 所以我覺得 要自己去選擇 自己覺得OK的東西 自己想要的東西 而不是 聽了好像很多人覺得 欸這個好厲害 這個好厲害 然後跟你講完之後 結果你去承受之後才發現 這是你不喜歡的東西 那就變成是在浪費時間 對 那 六秒 好我講最後那個關鍵字 我都沒講到 好就是 但是 我最終的關鍵字就是快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是要快 因為我很不能接受就是慢慢來 對 所以我就在不管是 做任何事情 或者像我是從 中立然後到台北 對 就是我們就是每天都是騎車 騎車騎車 那我就覺得說就是 沒辦法接受 慢步調的東西 對 那還是這樣 謝謝大家 說到維然的實習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報名 微軟的實習也是跟他同一屆 只是被刷掉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有點遺憾 對 那其實下一屆 微軟的實習就是已經準備 就是有在高升 那他們平時 週末也會有很多活動或是講座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 微軟的粉絲專頁就是 會有很多訊息會告知你們 或是 代行其實很多朋友的志工也都是 微軟 微軟的人 就是他們偷偷 串進來這樣子 對 好那我們歡迎最後一位的 自我介紹的朋友 好 哇 各位眼神看起來 穹穹有神 肯定早上不是被夢想叫醒 就被自己率醒 請給自己掌聲一下好不好 其實世界上最缺乏的就是給予的力量 而我今天一次在這裡得到了 觀眾的掌聲以及焦點給的機會 因為其實去年九月的時候 我在這裡報告一個就是回馬槍是簡報法 那是如何演講的一個方法 那個是透過用我的生命以及靈魂 換來的一個簡報的方式 然後在場的創業家好像還蠻喜歡的 就可能比方說漸層嘛 然後就是高雄的焦點的負責人7號 然後後來有一次就特地來台北跟我討論 我們就是對簡報法 或者對演講方法熱愛的 還有你有表弟是不是過年的時候問你 然後我還有加他的臉書 就所以各位如果對你的簡報 期末的簡報想要讓你精進的話可以來問我 然後最近我剛好就在學校有分享一個 20分鐘的傑出助教的分享 然後召集了一些人 然後一起要做一些瘋狂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會 我會先跟他們分享如何做簡報 然後接下來換他們一個主題叫做 如果我是傑出助教的話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做一些事情 對 然後就是 就是世界上就是最珍貴的就是相信的力量 所以那個焦點給我就是一個機會 然後我決定用行動支持他們 就是焦點卡 就是如果這是你親人直接送給你旁邊夥伴最好的方法 對 然後就是祝各位如果覺得熱愛焦點的話 那可能可以跟那個創辦人月亮來溝通一下 看怎麼如何得到這張焦點卡 對 那如果就是 因為其實揮馬穿的簡報法的話 是如何幫你快速的開頭結尾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13秒舉個例子 英文 大家好 那個我今天要幫我主題的是英文 那接下來讓我們一起討論 探討一下 那個二十四 二十六個那個英文字母排列組合的樂趣 然後結尾的話怎麼結呢 就是哇 就讓 從此讓你在英文裡面 就是不再是你最大的敵人 而是幫助你國際化最好的朋友 大概是這樣 到時候我會幫你安排的更順一點 那如果你對簡報法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來找我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兩分鐘自我介紹就大致上到這邊 那如果其實很多人想要在這個舞台 如果你想要這樣分享的話 你是可以提早報名 或是你可以參加焦點的聚會 因為焦點有各式各樣的聚會 可以提供給大家 在那裡 你們就應該認識一下 樂趣 到這個節目 如此 說